生死由你决定 要向朕收回成命 绝无可能 让朕说你什么好 你说 你说要朕 朕做什么你才能 你才能不这么蛮好 皇兄 清宣对不起你 你对不起的根本就不是朕 好 就算朕这个做皇兄的欠你的 朕再说个办法 但这次 你绝对不能有任何意见 皇兄 只要你答应让我取魅力 我什么条件都答应你 朕同意你取魅力 朕同意你取魅力 但必须让魅力做侧附近 好 不过 我要先迎取魅力 你 你 得错进尺 朕告诉你 这是朕最后的让步 好 记住了 最后 皇上 既然你已成全竞选 希望你成全到底 叫朕总 替老半歇 和老三 大家見 reception 好 你是什么 可是 是侧附近 怎么会呢 听德公公说 是沁王爷以死相逼 皇上无奈才答应的 静雪 他要逼死我吗 哥哥 小姐 舅舅您不要再哭了 万一要是哭伤了双眼 那可怎么办呢 哭瞎了眼 也好过眼看着王爷 去美丽金门下 王爷吉祥 苏爷 我是来感谢你的 苏爷 感谢你成全我跟美丽 谢谢王爷能明白苏盈的心意 苏盈感到欣慰 但是 王爷 能不能先把我娶进门 再迎娶美丽哥哥 苏盈求您了 不可以 我已伤美丽太神 我已伤美丽太神 不能再委屈她 你这么做 有没有想过我会委屈 蛇子 可不是 是 烊人 能反过来 消磈 有些事情我知道你委屈 可你不能逼静轩 你把他逼急了 问你出了什么事怎么办呢 皇上下的一旨 你无法接受 可毕竟现在静轩平安无事了 再说 有哪个王爷不是三妻四妾的 他就是不娶美丽 他也要娶别的女人做妾呀 太夫妻 您说的这些道理我都明白 可是我唯一不能接受的 是他要先把美丽娶进门 这分明就是在骗探他 你是皇上亲点的嫡夫妻 你的位置谁能撼动啊 所以肢结上的事情啊 不要斤斤计较 能退的就要退 能忍的就要忍 知道吗 行了 不哭了 永鹤 当初我一心成全你跟美丽 你是知道的 我绝对没有不帮你的道理 老祖宗 永鹤只想求您劝皇上改变新意 千万别让美丽委身庆王做侧附计 永鹤 你别为难主子 永鹤求老祖宗 起来起来 起来说话 永鹤 我不瞒你说 你额娘已经来过了 他求我别让美丽嫁给你 我明白我额娘的想法 可是那不是我的心愿啊 我希望你能够设身处地地想想你额娘的苦心哪 我能够理解我额娘的苦心 可他根本不了解我的心情 只知道阻止我 老祖宗 我真的放不下 你额娘阻止你 是为了保护你啊 我知道 让你割舍美丽是很痛苦 但是你也要明白 圣意已决 已无可更改了 禁贵妃娘娘驾到 禁贵妃几下 听说妹妹欲体为和 我特地前来探望 你先下去吧 别想到你还会使用美人计 利用落入水潭的机会 把靖萱勾引到手了 我没有勾引 亲王爷 亲王爷 叫得这么生疏啊 我正想来恭喜你 如愿以偿呢 侧福尽 终于可以嫁给靖萱了 我不会嫁给亲王爷 你不用在我面前装了 宫男寡女共处一室 能冲什么事谁都明白 你不是就想嫁给靖萱吗 不然的话谁还敢要你啊 虽然只是个侧福记 但是对你来说 已经是天大的恩宠了 我早就说你是个扫把兴 你还不承认 因为这事 肃云险些命丧黄泉 你说你这身上 要背负几条人命 你才肯甘心啊 你不要意味 嫁进庆王府 你就能高枕无忧了 我呢 是不会让你有好日子过的